原本燈火通明的宿舍 下一秒 哀嚎声此起彼落传来 清大校园无预警停电 而且这还不是唯一一次 有学生同整停电记录表 10月9号到10月19 10天内就停了6次 最长还达16小时 偏偏适逢其中考州 引发不少人哀嚎 做到一半的实验得中断 打好的报告来不及存 连睡个好觉 也不行 校方19号表示 是电缆老旧加上受潮 才导致断电 承诺进行改善工程 但又无预警宣布 未来一周部分宿舍区 白天停止供电 事前完全没有与学生沟通 引发反弹 还有人发起与校长 在黑暗中有约的活动 连续四天中午在校园集合 要求校长出面 针对改善方案 说清楚讲明白 眼看争议越烧越烈 台电看不下去 来场雪中送炭 台电表示和清大已经成立专案小组 立拼二十三号 恢复稳定供电 让学生无论敢报告或吹冷气 不用再时时刻刻体现吊胆 静新闻组合报告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敬善敬美 静好新闻